我们现在想要跟你继续来分享一下 如何做分析这件事 分析什么呢 在这张销售资料里面 我相信老板他最想要看到内容应该是说 到底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的销售是怎么样 所以呢我们就来先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销售 用到的栏分别有产品这一栏 还有总价这一栏 怎么做分析呢 当第一件事情点选插入里面的梳柳分析表 为什么点梳柳分析表为什么会在插入底下 各位应该都知道 假设当我们今天要插入一个表格 是不是在插入底下的表格 插入底下是不是会有一个表格功能 那枢纽分析表格不就也是一个表格吗 所以他当然放在表格的隔壁咯 那请问一下 以色列最重要的是画表格还是分析 分析嘛 所以他才把分析表格放在左边 越重要是不是要放在越左边 因为我们一定是从左选到右 好 所以点选1点选插入 2点选梳纽分析表 接下来这个表格范围 基本上你游标只要落在这里 落在表格内 这边他会自动帮你去找到表格 好 所以点选确定 3是不是点这个确定 第三件事就点这个确定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边用勾选的方式 我是不是想要分析什么各项产品的销售 所以勾产品 再勾总价 好 第四 第五 做完了 第六件事情点什么 这边有看到书纽分析图吗 对 就是他 因为看表格 看这个资料表格 跟看统计图表 我觉得统计图表更直观 所以很多很多要为了提升工作效率 都把它用直觉式的 直观式的统计图表来去呈现 所以最后点选什么 确定 那为什么不选别种图表 在众多的统计图表里面 直挑图是最容易让我们理解的 点选确定 所以为什么最容易理解呢 你看在这里 如果我们今天请 四号同学 四号同学 如果说你看这个表 你会怎么念 如果你要报给老板听的话 你会怎么念 你会怎么念这张资料表给老板 笔记型电脑 总价多少 反正你会从头到尾都念完就对了 笔记型电脑9亿 桌上型电脑6亿 然后印表机 然后印表机4亿 然后22寸萤幕2500万 电脑周边1600万 网络设备330万 这样子念嘛 对不对 好 可是你这样念完 老板根本就记不住 所以呢 一定要用一个更直观让他了解的统计图表 他一看就说 OK你不要念了 我一看就懂了 笔记型电脑 如果是张图 你会怎么念 笔记型电脑销售最好 请问一下 刚刚你在念资料 现在在念资讯 你现在在报资讯给老板听 你觉得老板想要听的是资料还是资讯 资讯哦 相对你是不是回去也要请你们 比如说假设你是主管 你是不是回去也要告诉你的助理 或者是帮你做这些图表的人 一定要做出图表 不要再一直看资料表了 看资料表的话 你就变成要逐一去看 还要先比对大小 好 可是如果看统计图表 是不是更直观 六个步骤 做完产品销售分析 第一件事情 点选 插入 第二 枢纽分析表 第三 确定 第四 产品 第五 总价 第六 数纽分析图 确定 可以吗 可以哦 如果我现在考你说 请做业绩表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刚刚是不是算出产品 对不对 我现在就请你们 去算出各业务人员的业绩表现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对不对 应该你们要去分析出来 因为假设我们大家都是业务部的人员 请你们算业 业绩 请你们来去算那个产品的销售统计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